Coco早餐 Today's Special 崭新观点 看两岸 崭新观点 看两岸 我们今天呢 非常谢谢实力媒体的编辑 欢迎冷小姐在现场咯 伊伦咋 Coco姐咋 各位听众大家早 好 我们的脸书上也有直播 这个大家可以等一下看看 我们在这个深入调查当中 有非常多的图表 那实力媒体的这个直本版 就长得这个样子 这个是你们的 这是你们的记刊是 没错 就是我们每三个月都会出一次 不同主题的记刊 好 早餐吃了没 当然除了吃 胃里的早餐之外 我们也希望你每天都要吃Coco早餐 好 等一下 下一节的时候 我们就要告诉大家 早餐啊 现在的西式早餐的情况 到底是如何 那同时呢 在另外一个题目上面也很重要哦 就是所谓的绿薯条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对啊 我真的不太懂 因为我很少去吃薯条 其实这一次的事件是2017年 就今年8月的时候啊 有网友 就是他在 某一只汉堡买了薯条之后 金黄薯条 结果吃一只发现 为什么其中一根薯条就是绿色的 他觉得很奇怪 对 后来才发现 其实那个就是熔窥碱 对 那为什么就是 马铃薯会产生熔窥碱呢 就是先跟大家 就是少少介绍一下 因为马铃薯 它其实是埋在土壤里面的 所以它平时是不照光 那不会产生叶绿素 那一类的东西 那如果马铃薯就是挖出来之后 它照到光的话 它就会产生生物碱 叶绿素 对 那所以就是 其中一项物质就是绿窥碱 那绿窥碱吃了之后 它是一种生物碱 神经毒性的 所以你吃了之后 就是会舌头麻痹 对 那严重一点的话 可能会头痛恶心 对 所以它其实算是一个 比较蛮严重的事件 所以它后来检验出来的 素质盘量没有很高 那结论是 就是 其实这一次就是可以看出 台湾其实很多食品业 他们的频保控管出现的问题 因为其实摩斯汉堡 它不是第一次发现 金黄薯条有融窥碱了 它在2013年的时候 其实就有民众发现 说 为什么你的薯条绿绿的 后来就发生 后来就发现 它其实是薯条 吃马铃薯照光之后 产生融窥碱 那它当时就把金黄薯条 这个产品停售了 对 隔了很多年之后到今年 它又重新贩售 结果又再度出现这个问题 所以其实就可以看出 是原料供应商 它摩斯汉堡整个体系 他们控管出了问题 这是日本总店的问题吗 还是 不是它其实是主要是 马铃薯供应商的问题 为什么就是大家会觉得 哎 草安这种摩斯汉堡出了问题 因为摩斯它的 金黄薯条比较特别 我们一般的薯条 都是削皮之后的薯条 那金黄薯条 它是带皮的马铃薯 对 所以它如果就是有任何 生物碱残留在上面的话 其实你看皮变绿色的话 就很容易知道了 对 哦 那所以它不要去照光 就不会有变绿色 对 那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应该是供应商在国外 它是从国外进口过来的 应该是在国外马铃薯这个产品 就照光 产生生物碱 那供应商没有控管到 就让产品进来 那进来之后 摩斯汉堡可能也没有检查到 就到各个分店去了 所以它其实是整个体制的问题 嗯 那现在他们已经处理了吗 对 现在这个产品就是停售了 那就是因为麦肯这间公司 史耀鼠也在边境产验的时候 针对这间公司会加强抽烟 嗯 对 那因为现在又最近又爆出问题 是因为9月的时候又陆续有网友 所以我在麦当劳肯德基 都吃到好像绿薯条的东西 对 那再次去检验的话 因为他们其实都是同一家供应商 跟摩斯汉堡都是同一家供应商 麦肯它是全台湾最大的薯条供应商 嗯 对 所以就是这个问题有很严重 伯伯以为它只有带皮薯条会出现生物件 那现在发现 诶它其他薯条也有 嗯 对 那其实就是 摩斯汉堡的那个薯条跟麦当劳薯条 不一样吗 不一样 那他们同一家供应商 只是因为 就是每一家会给他们客制化的产品 哦 对 对 对 但是供应商都是同一家 所以就是大家会觉得 诶 就是你这家供应商在这间吃的问题 它可能在其他间有个问题 我实在有点笨笨的耶 我只吃过麦当劳的薯条 那摩斯汉堡薯条是比较胖一点吗 对 比较胖 然后 就是比较厚一点 所以它叫黄金薯条 对 金黄薯条 哦 是 不过现在金黄薯条挺瘦 那摩斯汉堡现在的薯条 不是原本那个金黄薯条 那它的 就是它 它的薯条还可以吃吗 嗯 就是大家吃 现在吃薯条 不管是吃任何的薯条 哪一家薯条 大家吃的时候 真的就要注意一下 看它是不是有变绿色 对 如果你觉得它真的有点绿绿的 就真的是不要吃 可是这麻烦呢 很多小朋友喜欢吃薯条 小朋友看不出来 到底是绿的还是那个黄达 没错 它其实 为什么摩斯它会比较难检查呢 因为其实其他家薯条的话 叶者在炸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 它到底有没有绿绿的 哦 对啊 对 那因为摩斯它的薯条 是有裹了很厚的一层 它金黄薯条 裹了很厚一层粉 所以就是东西都埋在里面了 哦 摩斯汉堡的薯条是外面还有 就是金黄薯条 像炸鸡排那样子 有一个 没错 就是裹了一层粉 没错 所以就是电影的公读生在炸的时候 他根本看不到里面的东西 这种薯条吸起来会胖胖啊 嗯 对 但是很好吃 哈哈哈哈 所以到目前为止 你的结论是 这是我的结论是 到现在为止 吃薯条 那要怎么小心我们 薯条大家可以吃 那真的就是绿绿的话 不要吃 那卫福部那个 卫福部的话 有错吗 嗯 其实这件事不能算怪卫福部的错 因为那其实是业者要自主 去把关的事情 嗯 对 那当然摩斯它也觉得它很无辜 因为它就是相信供应商提供的报告 那供应商有受到惩罚吗 那最近因为那个 强冠油品的关系 我们也希望那个 董事长不要想不开嘛 他昨天想不开啊 对 没错 那为什么他 像强冠都判那么重的行了 那这个供应商 他到底是刻意的 还是无意的 嗯 他应该是无意的 有技术追查吗 他是无意的 但是 就是他应该是无意的 因为毕竟出这么大事情 对他自己也不好 这个供应商是从美国拿原料啊 对 所以供应商是要去找美国的原料 供应商算账吧 因为薯条全世界最大的供应地是美国 对 但他就是台湾这间供应商 他是国际公司 嗯 对 是他从国外进口来台湾的 嗯 对 那他可能在原料的部分 在美国的时候 他就没有做好把关了 哦 所以他要负责在美国把关 不是美国的原料供应商要负责 就是他本身就是在美国外边 他就要先把关了 嗯 对 然后才能确保产品没问题进到台湾 那我觉得这一次的话就是 以各家媒体来讲 他要以结论来看 应该是他在源头的时候 就没有把关好了 那他原来的这些原料 有全部销毁吗 有 现在这些产品就是已经都被退回 然后部分是被食药鼠带走 去检验了 对 那先跟大家说 就是如果当初真的有吃到金黄薯条 的话是先不用害怕 因为他检验出来 其实就是没有超过我们法定的标准 就除非你每天都在吃 吃一大桶 吃一大桶 然后从早上吃到晚上吃一麻袋吧 对他每天吃大概要吃十公斤 对 就要吃一大麻袋 对 那当然这个东西很危险 那如果真的吃到 大家不用担心 那小孩子呢 小孩子也一样 就是他 正常讲 尽量就是不会吃到那么多啦 就是你 就算是你早上晚餐 都在吃薯条也还好 对不对 他们卖的那个分量的薯条 不管是大 而且小朋友 就算是大薯 没错 也无所谓 小朋友吃不了那么多 这个比较重要啊 也能告诉大家 那这个绿薯条事件 你刚刚说了 在2013年的时候 摩斯汉堡曾经发生过 就同一家供应商 这一家 麦肯这家供应商 他就发生过 就是金黄薯条 所以啊他是再犯吗 再犯在法条上面 有什么样的规范吗 目前的话就是加强抽一 当然有罚款 对 可是因为他现在就是 计量没有超标 所以他也 在罪责上不会太重 对 只是就是以道德上来讲的话 我们是觉得 怎么会这样 因为摩斯汉堡 他是日系的 没错 但这一次的话 不算是日本公司的错 是台湾这边 比较检验的 是台湾的供应商 所以摩斯汉堡可以去 跟这一家公司 麦肯公司求场吗 对 目前就是 因为当初事件发生后 摩斯是说 他们会再来询问供应商 为什么发生这种事 对 但供应商目前就呈现 一个鬼打墙的状态 所以我们检验报告都合格 我们也不知道 为什么会这样 但他确实在源头的时候 没有检查到 是他们的错 所以现在可以确保 绿薯条都不见了吗 目前没办法 就是大家只能 还是吃薯条的时候注意 应该是说 因为绿薯条 它就是 不一定是这家供应商 出问题 就是马铃薯 它就照到光 就可能会有绿薯条的事件 对 所以平常大家吃薯条 那就吃现炸出来的吗 对 然后就要检查一下 它没有绿绿的这样 那炸的叶子 你自己也要注意一下 因为有的人 你讲的意思就是说 薯条炸出来 因为在光下面保温嘛 对不对 对 所以才会 不是不是 薯条炸了之后就没有问题了 是马铃薯原料 照到光 就它还没变成薯条 整个马铃薯 那是生的马铃薯吗 对 生的马铃薯照到光 就是它在运输的过程中 保存不当 正常讲是不能照到光了 所以它就照到 就会产生生物碱 对 所以它 它在 就是它 原来 大科的时候 就是没有切成马铃薯片的条 所以才说 它是在美国的时候 就是就出问题了 好的 那这个 比较吓人的东西 叫做龙葵碱 没错 它会出现在其他食品里吗 它当然其他食品会有 但是以比较常见来讲 还是在马铃薯里面 对 它其实是一种 天然存在的物质 是马铃薯自我的保护机制 对 这就像花生一样 放久了就有那个 就是不太一样 因为 就是龙葵碱这个东西 是马铃薯 就是它发芽之后 它避免其他生物来吃掉它 对 所以它就会产生龙葵碱 那其他生物吃了之后 可能就会麻痹 没办法继续啃它 所以它就可以还好的生存 那是一种自然的机制 只是 就是因为吃了之后 就是对生物会有害 哦 好 上了一课 等一下我们呢 实力媒体呢 在最新的纸本里面 有做一个题目 叫做 评价西式早餐店 二十大再问 这个西式早餐店 最早就是美而美系列 没错 也听到很多 等一下跟大家介绍一下 为什么早餐店 都叫美而美 对哦 对 我们这一次调查出来的 一个小秘密哦 要不然就是 不是美而美 它的名字里面 要一个美 对 我们等一下告诉大家为什么 真的很好吃啊 对 我们进一段广告 马上回来 欢迎收听 coco早餐 好 这些实力媒体太厉害了 最新一期 这个第八期 做了一个早餐 吃了没 评价西式早餐店 二十大再问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你们把所有题目都问完了 可是 问完了之后 结论是什么 就是其实 台湾早餐还是很不错的 非常的多元 好吃 对好吃又美味 而且就是选择真的很多 对 就是我们这一次 就是把大家吃早餐的时候 就是会有的二十个问题 精选出来 然后去为大家解答 对 好 那赶快帮我们解答吧 嗯 好 那我们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为什么就是早餐店到叫美而美好了 对哦 对 那其实是因为就是 美而美创办的这个先生啊 嗯 他一开始 他是1981年时候创办的美而美 嗯 对 那当时他是看到就是 电视转播国外看棒球的时候啊 都是会吃一边看一边吃热狗 嗯 他想说 诶 说不定台湾一边看棒球 还可以一边吃汉堡 嗯 所以他就自己买了一台餐车 然后在棒球场外面去卖汉堡 那结果发现就是没有人跟他卖 啊 对 对 然后后来他就想说 诶好吧 那不然我换个地点好了 就是去学校附近 嗯 所以后来就去玉达高商附近 嗯 对 开始卖起早餐的汉堡 嗯 就发现生意超好的 学生超爱吃 嗯 对 然后他就想说 诶那好 不错 我自己来开一间店面 嗯 那开店面的时候 他就想说要叫什么名字嘛 那因为当时很多卖鞋子的店 就叫美而莲 哦 就是美丽又廉价 美而莲 然后他就想说 诶好 那我就叫美而美好了 对 所以美而美这个名字 就是这样来的 嗯 对 那因为他创了美而美之后 生意就很不错嘛 嗯 那身边朋友就开始跟他说 想要加盟啊 想要跟他一起开早餐店 嗯 所以他当时 虽然没有加盟概念 但是还是教了很多朋友 就是开店的技巧 嗯 所以美而美这个店 就越来越多了 嗯 对 可是后来有 其中一间加盟店 他就自己把美而美 美又美这个名称 拿去注册 嗯 对 所以创办人 林先生 林昆年先生 他发现 诶我反而变成侵犬的人了 对 所以大家就是觉得 诶怎么会这样 后来去打官司 打了二十年的官司 才终于结案 结案的是 结案就是后来最高法院 就判定说 就是美而美 美又美这个东西 他不能当做商标 那各家的店 就是你要自己想办法改名 哦 对 所以这个林先生 也没有拥有美而美吗 对 所以后来他就自己 改成叫巨灵 美而美 就是巨大的林先生 巨灵美而美 所以大家现在 如果一路上 看到巨灵美而美 他其实就是 真的是林先生创立的体系 巨大林先生 对 巨大的林先生 巨灵美而美 那这也是 都是加盟店吗 对 就是目前都是 都是跟他加盟的体系 那好像有和豆浆一样 到处都是有和豆浆 对 然后就是后来 就是还有一间 他叫瑞灵美而美 对 他就是也是在前面 加了另外两个字 那当时有一些早餐店 他就直接改名了 像红椰汉堡 他本来是美而美 然后后来 他们体系就全部改名了 对 是 我们的早餐 这个店很厉害 他就是 所有的东西 都在这一个 一个平台上面 没错 都是用铁板做出来的 我们家旁边有一个 一对姐妹 好厉害 我每天早上 那么早出门 每天都看到 他们很早的时候 都已经备好料 然后你要任何东西 都在那个铁板上完成 不管是炒面 什么蛋饼 汉堡 吐司 他们怎么做到的 你们今天问了 好多题目 第一个题目 最好玩了 他说那个美而美的吐司 因为他没有编 对不对 对 到底那个吐司编 到哪里去了 听众朋友 你猜一下呢 就是吐司编 其实有两种 一种是 就是方方正正 那个吐司 它最边边 硬硬的地方 大家会觉得不好吃 所以一开始 早餐店 他们就决定 把它去掉了 可是我好喜欢吃那边 对 就是他就把它去掉之后 那那个编到哪里去呢 其实就是 大部分就是 当厨余丢掉了 我还以为 那个编可以拿去 做面包粉 对 然后因为前阵子 就是很流行 手做食谱嘛 对 所以很多家庭主妇 就会去跟早餐店 要他们吐司 边拿回去 自己做吐司酥条 哦 是啊 就是花莲买的 没错 就是自己拿回去做 哈哈哈哈 哎 这个是一个好方法 对 那为什么 美而美系统的吐司 特好吃呢 他们那个吐司 据说是菜市场级的吐司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没错 它真的就是用 非常古早味的吐司 对 这是传统的吐司 对 传统的做法 嗯 哦 好 这是吐司 还有呢 它的汉堡那么便宜 是不是虫组肉 呃 就是其实汉堡肉 它 对 它确实是虫组肉 嗯 但是因为大家 有要有一点成本概念 就是因为汉堡肉 它本身非常的便宜 你要用那么便宜 价格 很难买掉一块 真正的肉 嗯 那其实虫组肉 大家不用担心 是因为虫组肉 其实很多东西 都是虫组肉 像香肠啊 贡丸啊 都是很多碎肉 去把它做成在一块的肉 嗯 所以那其实都是虫组肉 所以是虫组肉 没问题 对 还有一点 你们也调查了 为什么蛋饼 比较像现在的蛋饼 跟以前的蛋饼的味道 不一样 没错 因为古早味的蛋饼 大家吃起来 有点Q弹 粉浆的那种感觉 嗯 它是粉 然后去调冷水的 嗯 所以它吃起来 口感就是会Q弹 有嚼劲 嗯 那我们现在蛋饼 就是去调热水 那调热水 它吃起来 就会比较坚硬一点 对 那是因为它的做法 跟口感不一样 可是因为现在大家 为什么都要用调热水的呢 嗯 那是因为现在的 早餐店供应商 它就是用那个 去大量生产 蛋饼 那一开始出来的这个饼 它就是 就是没有脚感嘛 对不对 对 它会比较硬一点 可是也有一些 嗯 蛋饼店 其实它们很 它们的蛋饼 就是都是 大量供应商供应的啊 对 那薄薄的 有点像春卷品一样耶 意思 非常不好吃 对 就是大家 我觉得最好吃的 其实还是最传统 那种自己用粉状的 自己做粉浆 然后有 嗯 有葱 有油 对对 然后加个九层 对啊 它一层一层的 你要看它是在现场 把它揪出来 有没有 然后就把它弄成一个蛋饼嘛 对 所以大家要 要看清楚啦 没错 有些蛋饼 它是供应商给的 你看现场可以看到 因为早餐的好处 是它很快就在做 好像表演特技哦 对 而且其实你可以看到食材 就是都从冰箱拿出来啊 对 对啊 然后食材原本怎样 怎样 大家其实都知道 那火腿肉 到底哼 那个火腿肉是 就是 有没有添加什么样的 呃 对 火腿肉跟培根那些比较 确实肉的含量没有那么高 那它会添加 你说早餐店有特殊的 火腿肉跟培根呢 对 它会添加大豆蛋白 哦 对 没错 那其实一样都是蛋白 它吃了之后 其实对身体也不会 有什么害处 有肉肉 对 而且重点是因为 它这样成本比较便宜啊 所以因为早餐很便宜啊 对啊 因为早餐真的很便宜 它真没办法要求还那么多 那竞争太机了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蛋 到底它是一颗一颗打的呢 有的时候因为他们都已经把蛋液调好放到旁边 因为比较快嘛 没错 买早餐的这个人大部分都是在上班途中买 所以他要急着去上班 对 而且会买早餐的人 他一定是在家里来不及吃早餐 没错 所以呢 时间很重要 因此早餐店就是在跟时间比赛 对不对 对 那那个蛋到底是 是 就是 一般来讲 他们 一般来讲他们就是都是用 整颗鸡蛋 真的蛋吗 对 当然就真的蛋 它没有 蛋没有假的 我问你 麦当劳他们的蛋也是蛋液吧 他麦当劳的蛋 他们那种就是供应商直接做成蛋液给他们的 哦 他们像麦当劳啊 或是素食店 他早上不是也有汉堡蛋吗 对 对不对 对 他们中间有个蛋黄 那很多人跟我说那个是 蛋黄跟蛋是组合起来的 它不是一个一颗蛋啊 是真的假的 没有 它其实就是蛋黄蛋白 搅在一起之后就是长那样啊 哦 对 这样啊 所以它真的是蛋 大家不用担心 早餐店是蛋 那早餐店还有奶茶 对 就是早餐店奶茶 相信大家就是一定都感同身受 就是喝下去之后很多人都觉得 哇 喝完就立刻拉肚子 其实在台湾就是非常有名 为什么呢 我们先跟他解释一下 为什么 早餐店奶茶喝了会拉肚子 特别 这是真的啊 您调查结果是这样啊 我以为你们开玩笑 没有真的很多人 网路上很多人就是反映说 哎 喝完早餐店奶茶就开始拉肚子 主要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早餐店奶茶 它是古早味红茶去挑的 那古早红茶里面 它可能还有卷明子 那卷明子的功用 就是通常 古早味的红茶的 丰培的方法是有卷明子啊 对 它里面的成分会添加卷明子 让它更有风味 是是 对 那所以它不是对身体不好 是很多人要减肥的时候 就用卷明子吗 对不对 对 所以就是大家就是计量问题 不要喝太多 哦是吗 喝奶茶可以减肥啊 嗯 早餐奶茶 没有喝奶茶 因为你会加很多奶 奶里面就有很多油脂 所以并不会比较瘦 那我为你结论是 台湾的这个早餐的市场很大 到底他们赚不赚钱 好辛苦啊 他们竞争很激烈 但是以目前我们问到的业者啊 跟供应商原料商来讲 他们都觉得就是 是有赚钱的 而且这个市场还没有饱和 哇 还没有饱和业 听到了没 你以后可以叫 美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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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啊 谢谢啦 梁文杰等一下来到现场 谢谢伊伦